歡迎大家收看小火箭頻道 近來比特幣的NFT十分火熱 那次也不建議大家現在入市 但現在做些什麼呢?當然就是研究時間 等它回落的時候 大概會知道這個項目的回落 幅度是多少 當到某個位置真的可以入市 還有那日銷售點去哪? 還有這段時間可能真的 有一天 有些人叫做焦慮症 焦慮就是現在自己沒有蝕錢的 可能那個價錢都是 自己的倉都是沒有炸沒有蝕 就是打和 但你見到別人賺 他心情很焦慮 有時小火箭都是這樣 嘩!見到很多東西都好升 我又看看 但都是那句 人的時間有限 還有精力有限 還有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喜歡做就做 不喜歡買不喜歡做就算了 有時的東西賺不到就賺不到 做到就做到 要做的就是做一些事前工作 就好像呢 近來看好兩個project 包括Exterior 還有Pitcoin 看好的情況 做點做點準備 行不行就沒得控制了 但是呢 起碼你們要做功課 現在流行這個Bitcoin NFT 我個人認為呢 到了Halfing的時候 即將可能會有一扇 新的Bitcoin NFT的大爆升 甚至乎 利好之前的BLC20幣的爆升 原因是兩個 包括是因為 這個RUNE的協議上線 是一個叫做Orden Orden的升級版 不明白的 就是好像Orden幣 出了很多的缺點 但是呢 現在令到 那個創辦人 就覺得 不如做一些新的協議出來 就等大家玩得開心些 玩得少些垃圾 在這個Bitcoin上 也都講到Halfing的時候 也都 如果在這個 礦工收入下降 我覺得礦工都很需要 另類的收入 所以我相信 很多礦工都會 很buy這些 這些銘文 甚至乎上面的NFT 不說那麼多了 總之看好這個 Bitcoin Layer 2 和Bitcoin NFT的生態 Bitcoin NFT 和Bitcoin Layer 2 是一個 純似相依的關係 即是說你在這個 Bitcoin上面的資產值錢 Bitcoin Layer 2 才有它的價值 那就不多說那麼多了 總之這段影片 是想說Runestone 導演時間 2024年4月11號 晚上9點23分 Bitcoin做7萬7百元 這條影片是Patreon優先 如果想早點看到Patreon 歡迎大家訂閱 早點訂閱 早點時間很重要 早點部署 或者早點研究 所謂影片不在用 投資件事 個人的分享 好 他們省省時間 這裡剩下8天 如果想早點看到Patreon 歡迎大家訂閱 如果想永久鎖定4元一天 歡迎大家訂閱 8天之後 所有課程和Patreon 都會加價一倍 有4元變8元 永久了 不會再減下來的 是這麼多了 這條影片的 topic 極荒謬 Runestone入市價 潛在部回報 我相信很多火友 或者很多聽眾 都不知道Bitcoin NFT 是什麼 也都不知道怎麼買 或者不知道 背後的Selling Point 是什麼 有什麼這麼正 之而此類 和大家 你這樣玩上行了 六個部分 簡介 價格 強弱 入市價 目標 第一部分 簡介一下這個project 做什麼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在哪裡買到 第一件事 就是Magic Eden 現在那個 C4 Runestone 其實我之後會逐個project 可能每一天 盡量 做資料搜集 每一天都 可能做一個project的研究 讓大家 自己想想 我都覺得看好這個Bitcoin NFT 在這一兩年 但是 之前的NFT的情況 有機會歸零 所以大家 不要太過荒謬 也都理性一點 很多project 例如之前的Doge Fund 或者Bitcoin Bear 都好像歸零了 所以 不要太過投入這件事 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還有 見到回落才買 還有 回落的時候 之前要做資料搜集 第一件事 Runestone就是在Magic Eden上面 這個project有 11萬左右的供應 現在大概有1000個 列列了 有7萬多個居住 都是好的 因為超過這個 6、7成都是分佈到不同的居住 都上算是每人1點幾隻 都上算是 分佈得幾好的 那越是分佈得好 每人放火的機會 就會細一點點 還有 那個volume極之大 還有這個floor 已經由那個 幾天 你自己看看 極之誇張 由這個 4月5號 可能一個禮拜之前 在做0.04 足足一個禮拜之後 就升了一倍 究竟為何無故 這麼激 還有有什麼潛在的投資回報 這段影片和大家 下廖一下先 這個 Runestone 只是出了 大約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 最低的時候是0.01 現在足足可能 升了六七倍 究竟去做什麼 何方神聖 看了這篇文章 簡單來說 這個project背後的 創辦人 是一位猛人 就是Ordino 協議的創辦人 以及一個平台 Or.io的平台 都是說 Ordino 即是由去年3月 有這個BRC28 也有這個Bitcoin NFT 開始 開始關注這個project 或者叫做 有這個 出現的了 過了一年時間 這個 開發者 這叫Leon 這叫Leon Leon 就 對 11萬的 NFT 保持者 進入空調 空調 令到 覺得這個空調十分公平 還有有歷史而來 是給最多gas 你沒聽錯 在Bitcoin裡面 Bitcoin上面的空調十分奢恥 也都 好像暫時未聽過 在以太廉或者Bitcoin上面 有人自己付錢 簡單說 第一件事 他自己沒有 他沒有團隊的 第二件事 就是自己銀河包 聽過後 不是自己銀河包 很多人湊了很多名人的錢 就說 我覺得你的意念多好 我捐錢給你 很多人都捐了很多Bitcoin 他自由分化 第一件事公平 第二件事 沒有團隊 第三件事 在Bitcoin上面 最有代表性的NFT持有人 都有這個符石 即是說這個是超級 一個陣容強大 還有 有背景 有支持者 還有 有很好的聲譽 因為他不用錢 還有 他每天都幫你做宣傳 即是你得到這個符石之後 你也會得到相關的空頭 原因是因為 所有Houders的地址 已經被這些Rune Stone 緝錄了下來 即是我空頭給這個Rune Stone的地址 非常有代表性 廣泛性 還有 不用煩 即是我空頭給Rune Stone的地址 就代表我 空頭給Bitcoin上面的NFT的玩家 作為一個獎勵 那個社群的力量就會強一點 完了 為何近來Rune Stone這麼值錢呢 那是三大原因 原因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Rune的協議 小火箭為何它叫符石這麼有趣呢 原因是因為4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Ordino的升級版 意思就是之前的BRC28就比較亂 令到這個Bitcoin鏈上面比較多垃圾 數據上就有點混亂 這個升級版叫做符石 即將在4月20日上線 可以打的 就好像Ordino那樣打 但是這個符石 是一個pre的project來的 即是未出符石之前就出這個 未出符文 未出符文之前就出一個project叫符石 有符石的時候 你就可以到時候 你會Airdrop到這些新符文 所以你可以叫做符文 你未出現的頭一個 或者先頭部隊的一個project來的 所以呢 第一個贏你會得到這個Rune Stone上面的 第一個代幣 第二個會得到其餘的三個Meme Coin 第一個是998 之如此類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是這個月的 喂等等 這個月的月尾 然後就是 每一次打一次 搞錯 然後就是今年之內 之後就說 當得到 成為全世界最強Meme Coin的時候 就會發這個代幣 大致上就是這樣 聽完之後很振奮人心 簡單來說 有點像2022年年頭 BFIC空頭AppCoin一樣 一個AppCoin 或者一堆的AppCoin 已經貴過那隻猴子 十分可觀 即是說現在可能先買定 到最後可能三個AirDrop 甚至乎 這個是官方的三個AirDrop 亦都有些第三方的project 可能會空投給這些附石的持有人 即是說如果今天跟你說 這個project 0.087或者0.088 到最後可能回到0.5個BTC 可能賺大錢 那些人就這樣 就好像股票收息 現在這個股票值多少錢 就是看利息多少 這個大致上就是這樣 還有超早期的話 現在都上算早期的 我覺得 知道這個東西的人 不只是幣圈支 外面的人 甚至乎你玩BTC 或者玩All Coin 人都不知道這些事 也都沽望為主 大致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借這個 這個幣 或者這個Runestone NFT 第一樣怎麼買 很簡單 裝個Expert 然後進入BTC 然後去到Connect Wallet 然後選剛才最便宜的那隻 因為這個Runestone 好像網絡是沒有特徵的 每隻都一樣 看不看 這個叫64408070 Inscription Inscription是在這個叫 Ordino協議裡面 第幾個打的命文 由於現在是沒有符文 現在打命文 去到4月20日才打符文 小火知不知道 應該差不多打符文 這裏可能要花一天時間再研究 因為都很複雜 可能有些工具要打 亦都要加GAS 之類 Runestone下面有得看 它究竟有沒有特徵 好像全部都是common 我留意到全部都是common 所以 看看 ID Type 簡單來說 有個圖 蠻漂亮的 大概是這樣 小火知這個價格 什麼時候為之一個 合理一點的水平 雖然這個很難計算 但是 如果用過往的歷史來看 其實都有很大的波幅 可以看到嗎 又開始0.01 你當是0.015 之後升到0.046 即升了3倍之後 又回落30% 去回0.035 又升了差不多 接近50% 之後 這個升到0.06 之後 去到0.038 足足跌了四五成 這裏都很重要的 之後 0.03 維持了幾久 差不多 三天之後 三天 0.037 之後 0.08 可能升了30% 之後 最激的就是按牌 越近這個4月20日 就越有一個爆升的意念 因為你在右夜派 他說 0.044 足足升了一倍 到達0.089 即是由這個第一日開始 0.016 升上來已經升了六七倍 所以 好好注意 個人建議 就是 我覺得會再升的 在這個4月20日之前 但是獲利的空間 就不多了 因為 可能再升 都可能升到0.12 之類 0.12 也都有20% 但是為了20%去搏 不值得 我覺得可能 很難說 回到最後的部分 再說 但是至少告訴大家 升可以升很厲害 跌也都可以跌很厲害 相對上 沒那麼厲害 都OK 都接受到 玩得這些 那波幅一定大 但是我覺得 這個有點偏貴的原因 就是 已經要去到五萬港幣一顆 即是說 要再上升到五十萬一顆 就像上多年 猴子一樣的價格 不是每個都能提起 那這裏呢 就是一個其中一個不好的地方 那先說 那大致上就這樣 那強的地方不用說了 因為始終呢 現在以太坊 或者其他鏈上的NFT 都死的 唯獨是Bitcoin鏈呢 是這個叫做 終極的 就是 終極的故事話題最強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Bitcoin Halving 就是 礦工收入下降 礦工想需要多些收入 一定會狂銷那些 什麼銘文啊 符文啊 或者其他文那些協議 那就是可能會造就一波 甚至乎 可能礦場給錢 炒起的市都要 即是說 礦場賺到些錢 走去買這些 符文符石 或者是 BRC20幣或者NFT 令到市炒起了的時候 從而得到 交易成本的上升 令到他的礦工收入 就會上升 同時間 這個RUNE協議 就 類似於Orden 我覺得又是一個新炒作 之前呢 為何成年沒有一個 新的炒作熱點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新故事 那RUNE說自己好了很多 還有呢 簡單的 有新話題 有淺度 公平 最重要就是這個符石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沒有團隊的 他在下面有寫一會兒再說 還有沒有太多人知道 我已經做了些什麼 為何升那麼多 沒有人太知道 還有潛在空頭回報 十分之巨型 我覺得有機會成為 這個NFT之神的話 以後的BitcoinNFT 都可能會益助這個符文石先 大致上這樣 即將會有三個Airdrop 有九 有另外兩個 還有符文石自己都有個 Airdrop 這個就是創辦人所說的 我就輯錄了下來 為何要選擇Woonstone 沒有pre-sale 沒有team 沒有team allocation 沒有團隊有幣 也沒有請人回來幫我做宣傳 看一下先 Algo doesn't favor whales 為什麼 大湖 不喜歡大湖 應該這樣說 他現在分散了 大湖要做事都要先買別人的貨 相對上對NFT持人有利好 也都像這個Solena Phone 什麼意思呢 Solena Phone最出名的 不是這部機器 最出名的是Airdrop 我覺得 又是像Airdrop的一個憑證 也都獎勵一些元老級的Odino的玩家 也是100%義務性質 沒有賺錢的 還有所有的空頭都是用Bitcoin做Gas 都是送給大家的 另外 最大的Block的Blockchain 很值得記念 如此類推 好 大致上就介紹了什麼 Runestone 亦都說了它的價格 亦都說了強大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敘事很重要 就是2024、2025 人們都會聽到名字就買了 Solena、Dippen、AI、GPU、Bitcoin、Layer2、Halfing 買了 其實人的腦就是這麼簡單 再加上有些名牌效應 或者有些爆聲效應 爆聲就是最好的宣傳 我覺得 我覺得 很早期就是現在的戰營 因為 在Bitcoin上的玩家 其實都不算是多 我覺得 出圈的機會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大家沒有留意到 就是中國人 或者西東方 亞洲人 都喜歡玩這些BRC20幣 也有玩NFT 之前西方人 就不太喜歡玩這些BRC20幣 我看的Youtube頻道 內地人就說這些BRC幣 Odin也好 但西方很少提及Odin 或者相關資產 所以這次的Runestone 有少少中西合璧 因為這個Leo Leo Leo其實是一個Odin的子創人 也有兩邊的NFT 也有人得到這個 因為有些NFT是屬於國人所做的 例如青蛙也好 或者有很多project都是國人所做的 也有些是外國人做的 今次就聯合了各位一起 去炒作一個新的NFT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所以相信這個project 將會是一個終極龍頭 都未頂的了 就這樣了 小說之後 其他還有不同project 怎麼看呢 這裡就看看 由於時間有限 我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有限 但我希望一天可以做到一個 我自己一天可以做到一個研究 大致上就是 先做這個Runestone 下一個可能做這個Runepub 這個Runepub 就是在銘文上面 是PubS幣的Meme Coin 這個project 也在這個叫做Odin的 inscription的排名都高 即是說它很早期就有這個NFT 而此來推 這個節點後也是 或者是很多project 我都會逐一研究 如果你想做一些看法 想幫你省時間做研究 歡迎大家訂閱 4分一天 我都要做研究 小火車能否入得過 以及入市價多少 目標價多少 都在下面一部分再講 今天就這麼多了 歡迎大家訂閱 下條影片再見 4分一天 最後8天 下條影片見 Bye